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画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 词记鉴定当中关于这个明代成画的这个青花 九龙闹海文的碗 好 咱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件 明代的成画青花的九龙闹海文的碗 这个明代的成画一朝呢 它的这个青花词啊 也是非常著名的 因为它这个时候 从这个以前的永轩时期啊 用的主要是进口料 当然宣德的后期呢 也有用一些进口料和混合料 以及这个进口国产料来画青花 但是呢 这个它这个时期的永轩时期的青花的这个发色呢 特别的浓艳啊 而且有大量的铁锈斑 而且是有流淌 有运散 那么到了这个成画时期呢 它已经改为平等青了 但是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成画的早期啊 在它的这个官窑里边 还有用过这个塑料的 那只是它到后期啊 中后期开始呢 用平等青 平等青呢 也叫波唐青 它呢 就是青花的发色特别淡雅 而且呢 不容易形成运散 那所以呢 就是在后世看这个成画的这个青花呢 也是具有独特的一种 它的这种指标性的这个意义啊 我们看这只碗呢 它呢 是画了九条龙啊 在闹海 然后呢 这个淡苗画的这个海水波涛啊 然后这个龙纹呢 比较浓艳啊 我们看海水波涛呢 比较淡雅啊 然后呢 这个龙纹是比较浓艳的了 大家留一看 虽然是五爪龙 那一下子能看出来有什么不同了 而且眼睛啊 龙头啊 龙须啊 龙脚啊 这些都能看出不同 这个是画在晚心里边的 这只龙啊 我们看大一点的 同样也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的龙爪 和永轩时期的龙爪 就没法比了 这就像个火柴棍似的了 所谓的火柴棍啊 没有找的样子了 只是一个 一个 一条线了 啊 然后呢 虽然龙脚啊 龙须啊 龙发呀 啊 这些都还画得不错 但是呢 已经没有这个 永轩时期的那种 孔武有力那种感觉了 你看这个龙的身子啊 也变细了 也没有那么粗了 然后这龙龙鳞呢 画的也是很 没有那么漂亮了 啊 这都是特征 然后我们回头会做一期这个视频呢 专门来讲一下这个 呃 成化时期的一些文士 那会提到这个 那这就是他的这个底足啊 底足呢 他这个啊 没有用 没有失诱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胎 特别的洁白细腻 特别坚实啊 然后呢 在这个啊 圈竹内是有白诱 然后呢 用这个清料 写的是大明成化年制啊 六字双行的楷书款 然后外加双圈框 那么这个大明成化年制这个款呢 呃 有人说呢 是这是成化皇帝自己的这个玉笔 然后呢 拿到玉瑶厂呢 让玉瑶厂的这个写款的人 照着这样写的 但是这个没有具体的考证啊 只是一种传说啊 具体的没有办法考证 也没有这个记载啊 但是呢 这个从他这所谓写的这个款呢 这个幼稚程度来看 大家是这个 现在基本上认同这么一种说法 但 然而却没有一个真凭实据来证实啊 呃 我们还会做专门的视频来讲 这个成化年的这个款制啊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关注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以往 不同的这个视频的内容 以及未来我们持续不断更新的视频的内容 再次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